哈喽大家好,我是郭大顺,BB顺,欢迎大家回到的频道 问你们一个问题啊 你们看我好看吗?你们觉得我可爱吗?你们喜欢我吗? 我相信肯定很多人会说喜欢好看 但肯定也有一些人会说不好看,就这样 就不说我吧,拿一个大明星来说,肯定也有人喜欢他 也有人就很讨厌他,不喜欢他 我从小到大呢,就是有些人会喜欢我,有些人会不喜欢我 但是呢,很多人,百分之七八十我身边的人呢 都觉得说看我的外在外形,包括我的面相,长相 觉得我是一个高富帅,所以我看着长得特别有钱 而且还不是说长得像爆发户那种 那个时候有智能手机的同学啊 然后通拍我在班级里跟大家的合影啊 一起玩了一些自拍啊什么的 的确我看起来要比其他小朋友要看着要稍微贵气一点啊 那当时呢,我还没有经历过像现在 就是经历了社会的蹂躏和毒打 那个时候就是纯红齿白 然后小的时候可能五官更密集,更集中一些 的确有那种就是一看就条件还不错的那种小朋友 但实话实说,其实我从小到大我家条件真的挺一般的 甚至说后期还挺惨淡的 今天呢,我就想以聊天的形式给大家分享一下 当一个小屌丝,一个臭屌丝,一个穷屌丝 就是为从小到大的身边人认诚高富帅的一些误会 一些有意思的一些误解吧 对我生活所带来的一些影响 那如果你对本期视频感觉的话 就别忘了给我一下,再关注一下 我们找到下高富帅的第一点误解 第一点误会对我来说就是 从小到大哦,我的各种贫困补助 包括一些助学金从来都没申请过 一般情况下呢,老师都让自己申请嘛 小学的时候我记得特别深刻 老师说,觉得自己家里条件一般 然后希望获得这个贫困生补助的同学请举手 然后大家都举手,那我也举手 因为我记得当时好像爸妈妈吵架了 也是因为就是经济条件这个事 然后我就举手了 我们老师就说,你把手给我放下 老师就心里特无语 然后老师就说你举什么手啊 那包括到大学的时候 大学是2015年 那个时候刚有苹果手机 然后有苹果手机嘛 全班同学都在用苹果手机 苹果6,我就用OPPO R7吧 三四千块钱一个手机 然后人这个用六七千块钱的手机 结果呢,就是因为我长得 可能看着像有钱的 可能看着营养比较好吧 所以说就没有申请通过 反而那些真的就是使着苹果6的 使着苹果手机的人 他们都通过 说到这了,我还是要说一点 其实你要身边同学朋友还好 毕竟大家都是朋友嘛 你互相了解的时候 谁都清楚对方什么样了 对不对 但是老师的话 我还是希望 如果你想办这个申请补助金什么的 老师应该花时间去简单了解一下 而不是说就是通过自己的眼睛 你觉得他怎么怎么样 第二点误会呢 主要是发生在现在 就是总是被借钱 我不是一个反尔赛文学 我甚至说我今天的视频很反 反尔赛文学 就我们真的生活条件就很一般 为什么就是大家都会觉得 我们过得还不错呢 尤其是我像现在这份工作 我平常是拍摄做演员 那现在呢 坚持还在做一名博主 其实真的是两样工作吧 虽然我都很努力的去做 但是真的都做的不怎么样 可以这么说都不怎么样 不说这两份工作了 就我之前在央企的时候 在国企的时候 我在飞的时候 每次一到月末月初 总会有人来找我借钱来 或是我小学同学 或是我中学同学 我就不明白了 就是我看着就那么像有钱的吗 而且大家也知道 我不是那种就是为了走亲民路线 然后我就穿的很随意很亲民 我是真的穷啊 你们知道我之前1688拼多多分享 购物分享 我都发多少期了 所以大家应该知道 我是一个挺节俭的一个人 第三点误会呢 就是你从小到大呀 无论是你在生活中 学习中 还是工作中 你犯了什么错误 大家都会觉得 你的第一点原因就是 你这小孩一看这样 就没过过什么苦日子 一看就没经历过社会毒打 一看你就是被娇生惯养长大的 我跟你说 就真的是 从小到大吧 就是每次我一犯什么 就是比如说大错误也好 小错误也好 甚至说之前谈恋爱跟对象吵架 再到朋友之间那些小摩擦 这跟我说第一句绝对是 一看你这样就没吃过苦 在没了解人家之前 你就说这种话 你不觉得你很狭隘吗 第四点误会呢 其实算是一个比较好的事吧 就是可能长大了之后啊 你去一些social的场合 几个公司一起这种大party 公司内部的一些聚会 甚至说你去酒吧 去club玩 蹦迪啊什么的 你在人群中呢 就特别容易被注意到哈 但其实我本人的性格呢 是那种 谁别跟我说话 我也有点设控 你们知道吧 虽然是我之前飞 每天都跟陌生人打交道 但那是我的工作 你要真让我放在一个陌生人堆里 我会不自在的哈 但是我从小到大呢 比如说去那种 很多人的那种陌生人环境 我的确会有很多人来找我搭话 来找我说话 或者说现在 在酒吧里啊 也的确会被注意到 人家会觉得你是一个 很高层次的人哈 很高level的人 但其实真的 我就是一个搬砖的打工仔 我没有很高的层次 所以说 即使我长得像有钱的 长得像那种所谓的什么 啊 就家里有矿那种的 但其实 如果你自身的实力 自身的水平 没有达到 与之相配的这个标准的话 其实你跟人家 也融不到一个圈子里 那在这儿 我也要跟大家说一句哈 如果你觉得你长得很美 很帅 对吧 你觉得你就能靠脸吃饭 但其实不是这样的 你的内在的东西 包括你的工作也好 你的能力也好 你要跟得上 匹配得上 才能让你整个人上一个level 其实我出这期视频 肯定还有人说 啊 没有啊 你长得就很一般啊 为什么这么自信 包括我看现在很多人 就女生啊 女生博主都会说 就是关于外贸焦虑的 这个话题的 外贸焦虑人人都有 尤其我们这行 我不但是每天这样 对着4K镜头 看着自己 还要 因为我的现在本职工作 就是这样子 每天跟不同的人去竞争 去试镜 让被人挑选 对不对 这就是我的日常 我的工作 那之前在飞行的时候 你在航空公司 每天你这个组员都不一样 你每天都看着各式各样的美女 各式各样的帅哥 所以说你这个外贸焦虑 对我来讲 至少对我来讲 是一直存在的 但外贸焦虑这个事 我希望大家能明白 并不是说 你看了比你好看的人 是他错了 而是因为你看到了 比你好看的人 所造成你有了 这个负面情绪 这个负面情绪 让你有了这个焦虑 这个事只能自己 让自己更自信一点 以及摆正自己的心态 才能解决 但我又觉得说 这个东西 也没必要去百分之百 完全的解决它 因为这个东西 如果你正确的看待它的话 它的确会让自己 变得越来越好的 我从我开频道以来 大家都应该知道 我特别的注重 我LGBT群体的粉丝 也特别的支持女权主义 但我要在这说一句 我支持女权 但我不支持那些左京 之前不是出了一期视频吗 关于新鲜感的那期视频 然后我就在那期视频里面 我也没说自己好看什么的 我说大家可能想不到 我现在单身吧 那我其实也不是没认知 我就说了类似这种话 然后我就看一个女网友 就在弹幕里说 长得也很一般 那怎么这么自信 然后又说了一句 发一遍就算了 还发两遍 我当时我就很上火 你知道吗 我当时觉得说 你谁呀 对不对 我说我也没觉得长好看 我只是觉得自己 魅力丝射而已 而且我现在搞不懂了 女性觉得说外貌焦虑 不仅仅是比她好看的人 给她造成的 还觉得说 那些男性过度的自信 那我觉得外貌焦虑的话 并不是男性给他们的 男性自己自信还不行吗 女性不自信 并不是说男性过度自信造成的 这个道理大家应该能明白 然后我就点进去 那个女杠精的这个页面 我看她也做了up主 视频内容都是什么 她的什么专业 然后找工作 好像又被裁员又找不着工作什么的 那你说我能说啥 我只能说你俩字活该呀 大家吧 一方面呢 又觉得说 咱们应该 对吧 女权主义 应该加油 应该努力 另一方面呢 你也用这个外贸焦虑这个事呢 去攻击别人 对吧 我又觉得说 真的大可不必 那说来说去 再说回这个事 其实呢 我为什么觉得这么委屈 这些误会这么可笑呢 就是因为我从小到大 我家里条件真的挺一般的 所以说别人在觉得我觉得我是一个挺高逼格 在觉得我是一个就是所谓的高富帅小土豪那种人的事 我是很担心很担忧不开心的 大家懂吗 什么感觉吗 就是等于比如说你某个明星 他拿到了一个得不配位的一个奖的时候 心里的那种没有底的那种感觉 你知道吗 是很虚的 我还是希望我的朋友也好 我还是希望我的朋友也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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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